谈论不同剧情 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国产网剧向来是一本正经的恶搞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集合钢铁侠 钢力士 霹雳火和闪电侠的恶搞网剧 在未来世界的一个城市里 遍布着一群拥有超能力的特殊人群 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普通人 都有可能隐藏着自己的独门绝技 这天一个小孩从楼上坠落下来 幸好皇位大爷伸出长长的手臂救了孩子 还告诉我们大家超人就在我们身边 同时又介绍了四个超能力的特工 守会喷火的烤串大叔火男 可以发出闪电攻击的电女 双臂力大无比的宝铁币 以及拥有千眼神通的老王 不过他们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 实际上他们有一个秘密组织超能协会 而他们的联络员就是千眼老王 平时潜伏在社会最底层 暗中保护市民的安全 除暴安良 一天夜里几人接到了任务 去抓一伙偷井盖的贼 这群贼打算把偷的井盖 卖到国外制造坦克 于是老王带着几个人 埋伏在大街的角落 本打算将贼抓个人赃并货 却不想半路杀出一个斗逼青年 破坏了作战计划 幸好在老王的指挥下 凭借超能力打败了恐怖分子 据老王介绍 斗逼青年叫马丢 是抄袭的新成员 因小时候务实劣质胶水 身体产生了变异 导致他的汗液尿液 唾沫等等 都变成了强力胶水 第二天一早 老王把马丢介绍给 其他拥有超能力的人员认识 马丢本想展示一下 自己超能力的厉害 却不想其他人都比他厉害 还闹出了笑话 老王给马丢安排了一份 送快递的工作 让他隐藏身份 暂时不执行任务 马丢的脸上写满了大写的嫌弃 于是就没有听从老王的安排 擅自使用超能力 一天的快递不到半个小时就送完了 这个速度着实比顺风的空中快递还要快 此时的另一边 老张的科技公司人员比尔博士 成功研制出了植物克隆技术 但比尔的野心不止于此 一直偷偷在生物身上试验 老张极力反对 让他停止一切有关于生物的研究 一天 马丢再给直播女小雅 接送快递时尿急 借用厕所时意外看到了小强 因此被滋了一手尿 又摸到了不该摸的东西 被小雅误以为是变态 马丢很苦恼 不明白为啥控制不了超能力 就跑过来找老王帮忙 为了让马丢能够随意控制超能力 老王给他做了个手术 让他所有的体验从一个出口喷出 同时还做了一身蜘蛛侠的战衣 这妥妥就是山寨版的蜘蛛侠嘛 一天夜里 马丢奉命打击治安四大毒瘤时 发现小雅被流氓跟踪 于是出手制服了对方 还接到了被推下楼的小雅 老王虽然消除了小雅的记忆 但由于小雅没有关掉直播 导致快递侠的视频流出 火遍了全国 从此快递侠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一时间接广告参加综艺节目 一个不辣 但马丢不想进娱乐圈 还是比较喜欢做英雄 不料却常常被吃瓜群众套路 另一边 比尔在进行活体实验时 被老张发现 于是他就抓了老张 老张看情况不对 就使出杀手锏锁住了数据库 比尔为了试验 派人抓走了老张的女儿小雅 以此来威胁 好在马丢及时发现 小雅失踪了 在超能协会的帮助下 查出了小雅的位置 马丢及时赶到 使出了超能力救下了小雅 同时其他队友赶到了 几人联合起来打败了坏人 癫女使出超能力 击破电脑 毁了数据库 比尔在逃跑时 被铁壁抓住 狗急跳枪的比尔 对铁壁注射了药剂 铁壁瞬间变成了钢铁人 一拳打爆了比尔 由于药物的作用 钢铁人失去了理智 大肆袭击了人类 老王带着马丢等人 迅速赶到 不过他们挨个 使出了超能力 却都不是钢铁人的对手 就连王叔也展示了 自己的超能力 不过还是被一脚踹飞 就在这时 一个道士骑着自行车 火急火燎的赶了过来 上来就在钢铁人的脑门上 贴了一张符咒 这种把戏 怎能奈何得了钢铁人呢 道士被打得屁滚尿流 骑着自行车 一流烟的跑来 看来想要对付钢铁人 唯有结合挤人之力 方可破解 于是所有人 将超能力注入马丢体内 融合挤人超能力的马丢 使出一招 电光持火超能焦 终于让钢铁人 恢复离智 变回了铁壁 而小雅也发现了快递侠 就是快递员马丢 从此两人幸福地 过着没羞没臊的日子 本以为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没想到电影最后 比尔死而复撑 和电女搞到了一起 影片最后埋下了伏笔 不知道是不是在为续集 做打算呢 有不同意见的小伙伴 可以留言告诉我哟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